人生很難 買台CORLA CROSS算了 人生真的很難 上個禮拜本來要試CORLA CROSS 結果遇到颱風 這個禮拜又狂風暴雨 現在終於雨小一點 趕快來介紹它到底變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CORLA CROSS這次是小改款 小改款是什麼意思 整體架構不會變 所以這次小改款CORLA CROSS 主要的變革在於車頭 很明顯吧 它把它做了一個電氣化圖像的呈現 什麼叫做電氣化圖像呈現 就是讓它看起來比較像電動車一樣 把原本的水量護照虛化 讓它整體的前點線條更加的柔和 更加的滑順 更加的一體成型 這樣的好處看起來會更科技 更先進 你也許比較喜歡傳統的 還是比較喜歡新的 我不知道 之前納智捷 URX它也做過這樣的一個改款動作 我是覺得以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會比較好看 看起來也會比較醒 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就看你自己的決定 除此之外 序列式方向燈 讓它看起來更立體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還好 走到車側還好的地方更多 因為它就是小改款 ABCD柱輪廓當然一樣 車車板件也一模一樣 18吋旅圈是因為這台車是油電旗艦版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大氣一點 Half這樣子的車標 表示它是一台油電複合動力的身份 那我們漸漸走到車側 到後方來看的話 其實它4460mm的車廠 我就佔了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它基本上你可以看作它是一台俊SUV 我們都說CUV跟SUV不一樣 一個比較小 一個比較大 但是因為它的車廠已經快要到4.5米了 所以讓它看起來車格更大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任何人就算是覺得它線條沒有那麼美艷 沒有那麼動人 但是看起來也是會更順眼 至少更大氣 來到車尾的部分 基本上小改款Crola Cross 在車尾的部分 幾乎是沒有變革的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在於 我現在提供給你看 它的腳踢式電動尾門已經不存在了 電動尾門還有 但是不能腳踢功能開啟 這個取消應該是成本考量吧 還蠻有趣的 至於後行李箱 我們都知道這車夠熟了 夠寬 夠大 夠深 基本上很好用的一台家庭車 其他的部分呢 其實應該要來車子裡面來看一下 以後座空間表現來說的話呢 我想坐這個車的後座 搞不好比我的經驗還多 隨便你叫一台多元 叫一台Uber 基本上有一半的機率可能是這台車 所以這車能賣的好 絕對不是往來的 你看這空間 再配上它的價位 其實這個車子Crola Cross 對應所有的日常需求 都是非常的足夠 至於前座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再繼續換到前座來看 坐進了小改款Crola Cross裡面 最大的改變就在眼前 因為剛剛有講的 這台是高規格的版本 對不對 是油電旗艦版本 所以配給你12.3吋的數位儀表 中央的控制螢幕 基本上還是9吋的 這個沒有變 裡面有無線的Apple CarPlay 跟無線的Android Auto 其他比較值得一提的部分 我覺得是在於座舱的質感 你可以看到以前的Toyota 他們就會喜歡用這種 類似像縫線的方式 然後縫在其實它是焦料的東西上 看起來就有皮革的感受 看起來就更加的讓你覺得質感不錯 但是這一次它再加一些跳色處理 以能把這邊 我不知道這樣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它不只是軟質的 而且它加上了一個深咖啡色 有點像可可棕的一個顏色 另外這一次也可以不用花錢 不用加錢 就可以選擇他們所謂的紅內裝 其實你說是紅內裝 它的座椅其實是棕色系的 也是那種摩卡棕色系的 比你想的紅的質感還要更好 那時候在現場發表的時候 我有看到 我對於內裝算是非常的嘉許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讓它整體的質感呈現的更加的豐富 其他的部分其實跟剛剛我在後座講的 大家對於Corolla Cross應該比我還要更熟悉 真的不熟悉 路邊招一台就會出現了對不對 所以在其他的部分來講 剩下像是動力的部分 他說在電控的部分有所優化 還是中效122匹 但是優化了以後讓整體效率更好 所以每公升的油耗現在可以到23.5公里 本來大概21-22公里 我有點忘記了 稍微進步一些些 但我覺得真正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在於 這台車在行駛上面 加速的表現 操控的表現 基本上跟原來的Corolla Cross 一模一樣 DNGA的底盤 開起來就是一個順 一個好上手 但是也沒有什麼激情 也沒有什麼過度的想像 就是你會覺得說 我坐進了辦公室來上班 然後下車就我下班了 那種感覺而已 但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在於 它的隔音變得很好 很有趣 它照剛剛的說明 它只是在於下戶板加強的隔音 尾箱門加強的隔音 但你會覺得 甚至連輪拱感覺 好像隔音都變更好了 拍照聲外圍的噪音 上方中間下面的噪音 幾乎都阻隔掉了 剩什麼地方有噪音呢 剩下你的引擎 如果當電動馬達停止運轉 汽油引擎開始介入的時候 那個轟的那個聲音 還有這顆引擎說真的 並不是一個多安靜 或者多滑順的聲音 並不好聽 傳進來呢 反而這個聲音 是我覺得在行駛中 最大的一個腦人的來源 但是呢 因為它是有點負荷動力的 所以這個部分 而且說真的 有些車主也許 現在有沒有聽到 它就突然發動了引擎 那個聲音就傳進來了 真的不算是細膩的聲音 對不對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呢 其他部分 在CORORACOUS來講呢 完全完全呢 就是滿足了一般人對於一台 日常用車的想像 所以我剛剛就在講嘛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人生真的很難 連選車你也抱著頭燒 想不透到底自己要買什麼車 最適合的話 這樣的車子 你看看最便宜最便宜的入門 汽油版本 79萬9開始 到這個最高歸 98萬9 還不用100萬 對不對 然後呢 要品牌 這個品牌夠大嘛 對不對 要妥善率 大家對它的口碑 或者它的保修的服務據點 都是完全讓人家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對不對 甚至二手架啊 還有我剛剛開起來的感覺 我說真的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真的什麼都不想的話 我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到達一個目的地 輕鬆的到達一個目的地的話呢 ADAS也齊全嘛 對不對 安靜度現在也有了嘛 對不對 操控性 當然不可能好到哪裡去 但是呢 至少也是舒舒服服的嘛 整體的行車 行路的質感 我覺得 是我 覺得算是中上水準的表現哦 對不對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呢 你真的 當你要買一台車 你不知道要選什麼的時候 就買CORRACROZ就好了 所以它一年可以賣到4萬台 也是這個原因 但是如果你對車有更多的要求 你有想要更多的激情 你有想要更多的樂趣 你有想要讓自己開起來 更加的與眾不同 不要更加車距的話呢 那 這台車可能才不會是你的選項之一 剛剛還忘了講 椅背上還有一個類似帶點棕色 也有點灰色的類似 跟TERRA類似皮的這樣子一個材質的一個附層 也讓質感更好 而且還跟剛剛門板上的摩卡中的那個護手 扶手的部分呢 相呼應 最最最重要的是我最喜歡看的就是 它後座門板居然還是軟的